第七届金门文化奖颁奖典礼 今年有地方文史工作者黄振良老师 还有推动歌仔系锣鼓队不遗余力的成为式老师获奖 县长颁奖表扬两位获奖者 杨振武表示 以文化作为经纬串联 让世界金门无限可能 高临近身同路 高临奖战系统 还有欧队的传承 获奖典礼当度共识 以敬播全唱播全 恭喜 颁奖典礼 是在紫韵珍乐团优雅的珍乐中揭开序幕 县长表扬两位文化奖得主 还有致政如意随身碟给历届的文化奖得主 彰显文化传承的意义 感动还是感动 在这个文化奖颁奖的场合里面 我的感动来自于看到 我们有这么多这么棒的文化人 一直为金门的文化一代一代 绵延不绝 既既往又开朗而沦立着 同时也有缩口美领 我想这次金门文化的骄傲 更是我们满满感动着所在 所以每一次来参加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当然我要谢谢 我们所有的文化人 不管是前辈 还是现在的参与者 由于你们让金门 这个海滨周围 这个文风鼎盛 这个以亿文之方自居的金门 能够零付其始 文化局表示 金门文化奖以金门级 年满七十岁以上 长期从事文化艺术活动 有杰出世机 而且对家乡有贡献者为奖励对象 每位获奖者 可获颁文化奖章还有证书 以及每人新台币十万元的奖金 还有证书 您的解决